这几天行情真的是太好了 台股今天又再涨了63点 类股族群可以说是全面上涨 我想大家手上股票应该都表现得不错吧 那我们的股票呢 当然也非常强势咯 我们的安泰克今天又再攻一根涨停板 连续四天亮四灯 表现超级强势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会员啊 今天成为新的百万赢家 那我想大盘表现得这么好 手上有几个会涨的股票 我觉得没什么稀罕的 我觉得重点是要怎样把握这一波的行情 帮大家赚百万 那盘面上还有哪些股票 可以有机会帮大家赚百万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表股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分享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版首 哇今天录影时间真的超级晚 因为下午啊 我跑去那个news酒吧 录了那个财经软实力 所以今天台北外面又风大雨大 怎么好像又想到一首歌 风大雨大太阳大 不过没关系 台股没有风大雨大就好了 还是今天开高走低 大家觉得又刮台风了 吓死了赶快出场 其实台股 最近表现真的非常好啊 那并没有大家想象说 哇开高怎么一直收低 开高怎么一直收低 到底怎么做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一个在洗盘 你会发现 这从9月开始一直讲大盘 最准的是谁 我看除了在座之外 在座不是指各位 是我 除了在下 除了在下之外 我想应该没有别人吧 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 我在上一波台股在上下震荡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台股就是一个钥匙波火的区间震荡盘 有没有我这个图大家够印象深刻吧 每天讲每天讲 那大家就说 老师你烦不烦啊 每天都僵尸图 大家都怕死啊 那但是呢 是不是准确嘛 你看9月11号 9月初我跟大家讲 台股是区间震荡 然后一直震荡什么时候 那时候到11月3号的时候 我说对不起 台股没有区间震荡 台股区间震荡结束了 结束之后 是什么盘式 我直接跟大家预告就是一个V型反转 11月3号 11月3号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是V转 还有很多老师在跟你讲说 没有量上涨没有量 我最近还是有听到很多老师在分析说 上涨没有量这件问题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上涨谁说一定要流量的 我反而觉得没有量的涨 是最棒的 因为量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有大量 大量就代表散户 因为通常来讲 如果你是大户 你是法人 你会想买一档股票 你会直接全部一次冲进去吗 还是说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底部慢慢减 底部慢慢减 然后点火向上 让散户冲上来 帮你抬轿 抬轿之后 你就有量 有量你就可以好好的卖 用力的卖 可以卖到相对的最高点 大户应该都这样想的吧 好所以有量代表散户进来了 那现在没有量 没量的 就代表说台股的走势 台股的抽马面 非常的健康 后续有机会持续的向上涨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预告 我说这绝对是一个vision 大家不相信嘛 不相信不相信就涨给你看 一直涨 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讲什么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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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说了 虽然说我说了好多次 还被导播吐槽 你说过了 说过了 好不好 谁说说了不能再说 好所以你看 这一路从11月3号这里 一路大涨狂飙 一路向上 大涨了 从这边低点了 大涨了超过 1200点 那整个涨幅是1400点左右 那在11月24号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说大涨完之后呢 这边就持续的震荡 我说这叫做一个母子继续形态 母子继续形态什么意思 妈妈带脚孩继续走下去 他继续走下去 他本来是继续向上走 继续走下去 当然是继续向上走啦 难道你变成继续向下 继续向下那就不叫继续了 叫做什么 我反向我转头就走 我转头就走 那就反向的意思啊 所以继续形态的意思就是继续 好美凤姐好像有个广告很强 继续我们下次来学一下 继续 所以继续形态就是继续下去 我有没有拿过很多东西来跟大家举例 我们节目都一直拿很多生活化东西来教大家 理论的技术 对吧 我不是跟大家搞笑 我们搞笑真的很有内涵的 很有内涵的搞笑 好吗 好 所以呢继续形态的话 震荡完就会持续的走高 但是呢11月27号直接啪啪打我两巴掌 然后是跌破了 跌破又如何 so what 你看一下跌破我跟大家讲什么 假的 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法师啊 什么法师 他说假的你的眼睛有 业障重啊 海涛啊海涛法师是不是 眼睛业障重假的 假的跌破 你看果然 我那天跟大家分享 假跌破你自己去看我的节目 11月27号 假跌破新的进场讯号 新的进场讯号 是不是新的 来11月28号 马上 这根黑K棒 是马上被吃掉 被吃掉 我说震荡就会再走高 不会再跌破这个区间了 有没有一路走高 来29号啊 29号是不是持续下去 那到今天呢 是不是又持续的向上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来跟大家形容现在的磐石 难道 老师 你昨天的大亨堡还没吃完 你是不是有点饿 对 我有点饿 现在已经7.08了 我有点饿 但是呢 我不想再吃大亨堡了 好吗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拇指形态 那今天要用什么样来形容今天的磐石 气球 气球 要用气球来形容今天的磐石 这样有印象吧 气球是什么意思 你压下去 压下去 压下去它弹回来 压下去它弹回来 压下去会弹回来 有没有 这代表什么意思 台股盔压不住了 压不住了 有没有 所以你压不住它 它就会怎样 往上喷 反弹得愿大力 他真的是压不破 蛮强的 你看我用那么大力 它还是什么 压不下去 压不下去之后 它就 砰反弹回来 有没有 我刚刚本来想说 它是不是会捏得破 因为它真的捏不破 好算了 就这样 Let it go好了 好 那这样也证明了 这气球有多强 台股后期就有多强 我刚刚真的很用力 压 怎么压都压不下去 这样大家 记住现在的磐石吧 好 所以我们看现在磐石 是不是压不下去了 压不下去哦 所以我认为啊 台股今天星期四 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不用三天啊 我觉得应该最晚星期一 应该明天啊 最快明天 最晚星期一 要不要保守一点 好星期二啦 好不好 我认为明天啊 最快星期 最快明天 最晚星期二 下星期二之前就会突破了 所以你看 你还有多少时间 你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在这里震荡 让你进场 我说过了 V型反转都会有两波 两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 两波我都跟大家讲 你看 在2018年的时候 有没有两波 第一波 涨1181点 第二波 涨了784点 来 2000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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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比 就比较顺一点好不好 好 所以你看 2020年 两波 第一波涨了2477点 第二波涨了 2000点 那你就说 两波基本上是几乎 很接近的对称 但通常第二波会 比较小一点点 比较少一点点 好 那今天那个又有人问我说 老师你是怎么判断这个波的 其实很简单啊 KT指标往下插下去啊 KT指标插下去就是第二波啦 你看一下 2020年 有没有 这边KT指标 我那天也跟大家画过了 插下去了 插下去是不是这边就是QK QK又再涨了 2000点 那在刚刚看到2018年 有没有 KT指标有没有在这边QK了一下 QK了一下 就在这边Q一下 哦又上去 这就是第二波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 现在的走势呢 有没有 KT指标有没有 插一下 插一下 哦 画太大力了 刚刚因为 压那个气球压太用力了 你要不要再压压看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自己压压看 真的压不破 压不破代表台股有多强 好 来 KT指标 这边有没有出现的下弯 KT指标下弯之后 他又立刻冲上来 那就代表说第一波结束了 第一波下弯的就是结束了 那下弯结束之后走第二波 第二波走到哪里 我们跟大家很早就预测 第一波走了1446点 第二波 我们打八折吧 打个八折就是1156点 打八折1156点 从这一波休息的最低点 加上去1156点 我告诉大家答案就是 18,289点 18,289点 那我们再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好吗 所以我认为保守一点 至少这波大盘也会到18,100点 好你要再保守 好要再保守再保守 至少1万8吧 至少1万8吧 好我告诉大家 这波涨上去之后 只要没有量 就会持续的上涨 上涨上涨上涨 涨到什么时候 涨到有量为止 通常来讲就是突然性的大涨一根 很像是什么 很像是比如说像是 诶 这边呢 等一下跟大家形容很像是什么 来这边看一下 纳斯达克期货现在也是涨的 这有没有 这是什么形态 大家懂了吧 你看看我们的节目 从生活从应用当中 学会技术分析的形态 这叫做母子形态 这里一根大红棒 然后中间很多小孩 很多酱料 大亨堡 这个是面包 这个是热狗 这个是芥末酱 这个是番茄酱 这个是甜辣酱 这个是辣椒酱 这个是还有什么酱 酸黄瓜 这个是花生酱 这个是草莓酱 这样子懂了吧 一路加下去 这样懂意思吗 这句叫做继续形态 继续 好刚刚好像扯远了 我说会涨到什么样子来 我说大盘会涨到有量 会比较像是杏锦 杏锦我认为会比较像杏锦 这边有没有很像是继续形态 他只是在高档震荡震荡 只要走高 然后本来都没有量 突然 一根大量 这一根量有没有突然比之前的大很多 所以我认为台股会震荡震荡走高 突破之后 散户会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什么时候 看到散户全部都进场 散户都归位了 就会怎么样 爆大量 那散户进场爆大量之后呢 那时候通常来讲大户都会 想要到货 大户就是到货 给散户坏死了 你好坏 你好坏 对不对好坏有没有歌 刚刚本来想唱你好毒 刚刚说你好毒不是你好坏 讲错了 好我们下次再重想 欢迎大家留言有什么你好坏的歌 直接在下面 帮我们的YouTube留言好不好 我想不出来了 江郎财进 好 那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认为啊未来就是会涨到什么 有量为止 至少有量应该还会再涨一些 那如果你要看目标价的话 我认为就是 至少会18,100点到200点之间 那 就我讲的嘛 没有量是因为 散户还没回来啊 可是你看 大家看一下 外资是一路一路拼命买 新台币大幅度的升值 那代表什么意思 集团回来了 我们讲的 那这个图也大家印象够深刻了吧 集团回来了 投信回来了 政府基金当然是要互盘 外资也回来了 插的是那个什么 少林足球最小的最小的那个谁 六师弟 六师弟也要回来了 那六师弟呢 他就是代表散户了 好所以后续行情了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散户回归 什么时候 利益 爱赛利哦 什么时候爱赛利哦 就加我们的LINE好不好 我们LINE的部分 直接打开手机箱去扫描 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那或者是你想用 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打什么 小老鼠GD1788 OK 可以 那这样我们来有什么好处 我们每天早上都有早报嘛 对不对 早报我们看一下 在哪里 来这边 早报的部分 我每天早上9点啊 9点10分看一下 这边 这边有没有早报 日报跟周报都写在这边 你按下去 就会有了 你看星期四早安 你们国际股市跟你讲重要分析 大盘解析 那这边一幕太小了 只是我想跟大家讲说 你直接叫我官方LINE 在这边下面的功能键 这边716 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吗 好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写了什么 我们这几天写了什么 星期天 星期天我跟大家讲什么 V型反转还有第二波 第一波都还没结束 散物还没进场 行情大好 直接看最后面嘛 然后跟你讲累股 今天四星有没有涨 小涨 不错啦 N31有没有涨 千金股 千金股千金难买早知道 财运有没有涨 世界有没有涨 都不错啊 对不对 好在星期二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这边你都不要看 你直接看箭头 箭头就是归纳的重点 我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路 震荡之后会再创新高V型反转 还没结束 有没有 都跟大家讲重点 星期四继续讲重点 有没有 19250附近拇指形态即将被突破 有没有 都跟大家讲了 那你说有没有各额股 我们一直送大家很多股票啊 你这11月22号送大家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拿 你直接叫我赖 回复我集团1789 谁送大家财运有没有 没有789财运 这几天还是持续的向上涨 对吧 然后再来呢 中石户大户这个Q商获利大预告 有没有也跟大家分享 之前送大家的哦 有绝对有 有印象吧 其实这很多股票都很强啊 比如说像系格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杰利有没有持续的上涨 性景就刚刚讲的嘛 今天涨停 够漂亮吧 够漂亮啊 好 那你说老师什么时候进场 我跟你整理资料 你当然有的时候你要靠一下自己 第一个你要看基本面 你要看消息 当然呢 如果你都不会 我们有没有教大家 KDD啊 来 K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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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D怎么用 背离 越低 股价不跌波 前低就是一个进场讯号 其实背离 我认为 总之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讯号了 那有空我再跟大家细讲 背离到底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呢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进场讯号 来我们看一下 细格 背离 K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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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KDD很低的 在底部形成黄金交叉 这时候股价的低点 有没有比前波低点来的更低 没有 没有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深層的意思就叫做 這叫做一個WD 既然WD都出現了 這邊不就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這邊進場的時候 今天是不是就突破了 對不對 那你擋擋去看嘛 這邊 這是找貝里啦 有空在教 這不是找貝里 對不起 這叫做找鈍化 有空在教大家 那性景呢 剛剛跟大家講過了嘛 那再來 如果說呢 大家還想要其他的股票 想要做參考的話 AIPC是我今天昨天熬夜整理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黑眼圈 可以再靠近一點喔 黑眼圈都跑出來了 好 所以呢 我黑眼圈都跑出來了 難道你不支持一下我們的LINE 還有YOUTUBER的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想要我們這個AIPC的概念股 請你直接加我的LINE 還有記得 YOUTUBER要訂閱 按下去 訂閱按讚要分享 都要給他按下去 我們這麼辛苦 整理了那麼多資料 大家看一下 華碩 華碩 華碩我們跟大家講 10月份的營收 去年賺多少 前三季賺多少 今年前三季賺多少 今年前三季賺多少 今年前三季就賺了16.16 你平均一下 平均是不是每個月賺多少 355 每個月賺5塊耶 平均每個月賺5塊耶 那再加上第四季的話 你再加個5 假設我們就是 NOMO NOMO是跟前三季平均一樣 那也就是說呢 他這樣子 代表說第四季如果賺5塊 今年全年可以賺多少 至少21塊 對吧 沒錯啊 對不對 也就是說 第四季賺5塊 那前三季已經賺16塊了 那至少賺21塊 那21塊有沒有比去年的19塊 來的更多 有成長啊 有成長就是好公司 那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他的股價 然後你看一下 他的股價部分 我們可以看華碩的部分 華碩其實股價還算不錯 KD已經很低了 股價沒有跌破前提 KD很低 股價沒跌破前提 如果你手上有這檔股票 你又不嫌他漲得慢 我認為是可以續報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所以 這些還有哪一些股票 大家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想要知道其他股票 直接加我們的LINE 小儲GD188 回我 Ai178 我本來想 寫 AIPC178 但我覺得好像有點囉嗦 讓大家不用那麼辛苦 不用打那麼多字 好不用打那麼多字 你直接回我 Ai178就好了 好再來呢 你會發現 現在行情大好了 對不對 行情大好我想 每個人手上都有很多 漲停板的股票 那也沒什麼 但我認為 手上有漲停板的股票 那又如何 So what 到底有幾個老師 有幾個分析師 能幫會員 賺 百 萬 你每天要有漲停板的股票 坦白說 Easy啦 為什麼 因為很多老師都是 講過就算 講過就算 對不對 講過就算 那你每天講 你不要說講過就算 好 有些分析師更慘 每天叫5檔 每天叫5檔 每天叫5檔股票 一個禮拜有5天 一天叫5檔就好了 55 25 一個禮拜就25檔 一個月100檔 你100檔裡頭 你還找不到一檔 每天會漲的股票 I真的也fool you了啦 那所以找這種漲停板的股票 根本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啊 重點是會員到底有沒有買 有沒有在低檔買 才重要吧 因為很多時候 你看到漲停板 你的漲停板 今天打開來 你有多少漲停板 你告訴我 你去買買看 根本就買不到 買不到你要怎麼賺 所以我們跟其他那一不一樣 我們 都是從底部進場 幫會員怎麼樣 賺百萬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們百萬 贏家圓夢的計畫 是真的可行的 而且我們這個專案 最後倒數24小時 由於今天 今天已經7點了 大家在看到我這個節目 倒數24小時 最後是今天晚上12點 可能也只差2個小時了 那我們直接到 延到什麼 明天中午12點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錄太晚了 因為那個 軟實力 那個 有那個 有人 遲到啦 那所以比較晚一點點錄 那造成就是 整個星辰被 delay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 delay一下到 明天中午12點 就明天中午12點 我們呢 那 百萬贏家計畫 本月最優就只有烏物 你既可以賺百萬 又有烏物 的優惠 我覺得是真的 非常非常好 你看我們一檔一檔 怎麼幫會員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蓋牌股 小灰 小灰的部分呢 我們是不是 區間震盪 帶我們的會員進場操作 對吧 那我們已經開牌開很久了 他這檔叫做什麼 安泰克 安泰克的話 在這邊區間震盪 我們持續的布局 布局變成重壓之後 你會發現 他就一路向上漲了 一路向上漲不停 然後呢 這邊收黑 不用怕 然後呢 11月27要漲停 雖然說 漲停 漲停這邊就很煎熬了 因為這邊已經玩你了1234 玩你了4次之後呢 他忽然漲停 然後呢 還不乾脆 收了個小小的上影線 我想很多的分析師 很多投資朋友會在這邊 把他賣掉 賣掉之後 就開始你的後悔 回憶了 來 賣掉之後你看漲停 然後呢 漲停小都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啦 看不到了啦 來 再來第4 4根漲停 連續1根 2個燈 3個燈 4個燈 快要5燈獎了 夠強吧 有沒有夠強 那有沒有真實的較勁 來 我們是怎麼較勁的 你看一下 10月24號 49.2 進場買進 10月26號 多少 不要買超過52 然後呢 11月3號 持續了進場 50.2 11月13號 49.5 進場 持續叫進場 那你說 我們叫進場 會沒有個底嗎 當然是看過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呢 你說老師 這個基本面 soso 營收沒有大好啊 為什麼你那麼看好他 有一種股票叫做 油虧轉贏 他是最飄悍 最飆的就是油虧轉贏的 你看一下 他過去來講 虧了那麼多年 虧了那麼多年 從去年 第4季開始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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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最近的營收有比去年好嗎 沒有 最近的營收有比去年好嗎 沒有啊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本來虧錢 這邊是虧錢 這邊變賺錢 那 營收也沒有比較好 那這邊是虧錢 這邊是賺錢 為什麼 為什麼 那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他的毛利率 盈利率上升啊 那你再去思考一下他做什麼 他做散熱 他做 那個 飢渴 飢渴散熱 對不對 那他做這些公司 做這些就是 機殼散熱的話 他切入了AI 切入了AI毛利率當然高啊 對不對 那毛利率高的話 你看一下 檯面上散熱族群表現也都不錯 比如說像我們的栗智表現也不錯啊 那前陣子3 3 2 4 雙紅也表現不錯啊 但是我們就獨牌重 因為我知道 這檔 籌碼 比較安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強勢的訊息 好 所以呢 我們就進場買這檔股票 買了之後 你看底部持續的進場 這邊進場布局之後 連續四根會員大賺 然後這邊來到重點是什麼 你就算買到了 你抱不住坦白說 你也賺不到多少 我們呢 我們來 從 10月28號 我就建議大家什麼 務必報勞持股 務必報勞持股 報勞持股 賺漲停我還不出 我不出 我不出啊 有幾個老師是這樣的 來 昨天 漲停我還是不出啊 我跟大家講 我說 請會員朋友 安全帶綁緊 不要因為賺太多 你有沒有老師發一個訊息跟你講說 不要因為賺太多 不要賺太多 跑短線 不要賺太多 我這邊都寫得出來耶 對不對 就代表說真的賺很多啊 跑短線 因小失大 失去什麼 獲利 一百萬的機會 再次恭喜會員 再一次恭喜會員 大賺兩根 漲停板 你看錢要怎麼賺 我說過耶 現在 這個投資的股票 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多 很強勢 漲停板的股票 那又如何 重點是 有沒有賺到 是漲起來漲停一根趕快出掉 漲兩根出掉 還是說呢 一路出下去到現在已經都沒有啊 到底有沒有賺到 我們就是拿出證據來 我們有賺到抠訊 抠訊你就可以發現 我寫給 我會員的抠訊內容是什麼 堅持 續報 一張不賣 都是這些字眼 我有沒有說 你賣一半啊 再漲上去你再賣一半啊 再漲上去你再賣一半 最後 留一張 還是一層 那 再漲上去你到底有賺多少 我們是扎扎實實的賺百萬耶 大家看一下 百萬獲利真的不是夢 安泰克 在起漲那一天 我就秀大家 你看 就以這個會員為例就好了 什麼都不用說了 啊 啊 什麼都不必說 是不是 什麼都不用說了 來 安泰克 那時候60.7 我這個會員的成本是49.69 60張那個時候賺66萬 我就預告了 我預告說這個會員 他會成為 百萬贏家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 現在此時此刻 他的安泰克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安泰克 他的安泰克呢 收盤價已經來到了 73.3 成本 49.69 完全 一模 一樣 還是60張 我肯發誓 我肯發誓 好不好 我肯發誓 我沒有叫這個會員 賣過任何一張安泰克 到今天都沒有叫他賣 那他60張 報紙好好的 報勞的話 那不就是 141.6萬嗎 從66 從66 大家看清楚啊 你錢要怎麼賺 你抱不住賺不到 為什麼你需要我 因為我可以幫你抱得住 因為我幫你挑得到 強勢的股票 你跟其他人 漲停出了 漲停就出了 或者是呢 小賺就出了 我們要賺 就是要賺最多 我們要賺就是要賺最多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本來66萬 我想66萬已經對很多人來講 這是一個 天大的誘惑 老師我沒有賺過66萬 我還是先出好了 我先獲利了結好了 但如果你獲利了結 你會發現 那個百萬 離你來講 永遠都只是個夢 如夢一場 就是個夢 永遠達不到的 你會發現 我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 其他人為什麼會輸錢 大部分的投資人為什麼會輸錢 抱不住賺不多 賺就賺一咪咪 賠就賠 很多 所以長期下來 大賠小賺 都是輸 那我們 我們就是要 會員大賺 大賺 就算是賠 我們就是小賠 出場 然後呢趕快再換一檔強勢股票 然後趕快賺回來 然後呢你這樣累積起來 大賺小賠 你都是賺 那你現在這個行情 坦白說你要賠很難 你會發現現在 什麼類股 幾乎啊 阿媽阿狗 可能都要找 但是你說到要會飆的 沒幾個老師找得到的 你看一下 我們上一波也很多 很強很飆的股票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重點是 你要抱得住 買得對 你才賺得到 再來呢 什麼叫做抱得住 這幾天我 之前跟大家講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安泰克我覺得最難的地方 最難的點位是在哪裡 我上次跟大家講過 最難的點位我覺得是在這邊 這邊 明明已經賺錢了 好不好 越賺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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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到這邊 差一點點可能就沒賺了 很多人在這邊放棄了 好這邊放棄了 好就算你這邊沒有放棄 你堅持住了 在這一根也非常難哦 這一根為什麼難 因為這一根啊是怎樣 他一度是漲停 你有沒有看到一度是漲停 但是他鎖不死 鎖不死留了上癮線 大家會不會覺得 哇 會不會跟這邊一樣 漲停完就往下跌 因為你會有過去的印象 過去漲停完是往下跌 你這邊你會想說 這邊漲停完以後 他這邊會繼續的往下跌下去 所以 先出 但我們呢 我們就沒有出 我們堅持下去 漲停 再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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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根漲停板 就全部都是我們的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抱得住 你看一下我當天 我當天是怎麼跟我們的會員講的 對不對 我們的當天呢 在下跌四根的時候 我跟我的會員朋友講 我說啊 剪織不會差 因為他要剪織 所以有些 籌碼 他有點擔心 所以先出 那他出了以後 籌碼會更乾淨 後續 會長得更兇悍 所以你看是不是 四根漲停板 四根啊 就四根啊 好 那再來 這個賺百萬了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那個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 安泰克在60.7的時候 他成本是50.02 35張 那時候他賺了37.3萬 那個時候賺37.3萬 然後呢 然後呢 我那時候也公開跟大家分享 但是講的比較少 因為沒有百萬對我們來講 就不到目標 你知道嗎 沒有到目標啊 還寫不出來啊 那就稍微帶過 帶過之後你會發現 他堅持到現在 安泰克已經來到哪裡了 73.3元 成本是多少 50.02 35張 變了多少錢了 從幾萬 37萬 大家看清楚一點 從37.3萬變成了幾萬 登登登登 81.8 81.48萬 對吧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 你看 獲利百萬 真的不是夢嗎 真的不是夢啊 你不要覺得 老師獲利百萬那是 遙不可及的夢啊 然後舉起來 我只看到起夢 好啦不懂這個梗算了算 走台起來舉夢 起夢啊 好來 所以獲利百萬真的不是夢 只要你 選對股票 抱得住 就一定有機會 那一樣啊 我們專案 就是 直到明天中午 12點 你錯過經濟科 錯過私心 安泰克 我相信 在大盤啊 剛剛有沒有 氣球快要壓不住了 因為被我丟到後面去了 快要壓不住了 我認為啊 在現階段就是一個最好的進場機會 那盤面上還有哪一些股票呢 那跟大家帶一下 你看我們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不放棄的 技嘉 是不是連續三紅 那技嘉竟然三紅了 那當然AI相關類股 我認為一定會漲起來 只是呢 還在洗個籌碼 那高價股的部分 我認為指數在上漲過程當中 高價股絕對不會缺席 所以四星呢 雖然說今天好像開高走低 有帶大量 但是 就是MSCI新增 調整權重的關係 所造成的 所以這 大家不用太緊張 M31 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講很久了 準千金 果然變成千金股了 有沒有又讓你千金難買 早知道 不要說我漲起來才跟大家分享 我那時候在下跌的時候 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國外的外資 摩根大同 摩根斯丹利 一直一直在不斷的買 這一檔股票 所以你會不看好嗎 我當然非常看好 我巴不得現在就叫你說 不是現在 我那個時候就很想跟你講說 趕快進場買進啊 但是為了 會員的權益 我真的 Sorry 我不能 但是我已經講得 很明了吧 那你要說 老師 那高價股好貴哦 我也沒有跟大家分享那個 盤充零股膠啊 盤充零股膠自己去看一下 加我們的LINE 我們的LINE 我們的LINE 就在我們的下方功能鍵 這邊有一個盤充零股交易的教學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就有了 那你看我們那麼用心 還拍影片 教大家 幫大家 整理資料 難道我們的YouTuber 你還能不加一下嗎 好不好 我們的YouTuber 記得訂閱一下 打開手機先去掃瞄這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YouTuber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我們 要超越其他的 好不好 好 再來 我們送的資料有哪一些 比如說 最強跟最低位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華泰 華泰其實也很強 來華泰 華泰是不是也很強 我們整理的資料 你自己去觀察一下 立台經驗也很強 那升華科 還有光盛 是稍微弱一點點 但整體來看勝率是非常高的 但我不會說 我講過華泰 華泰就是我的 沒有就是沒有 我們買的是哪一檔 金立科 金立科呢 我們買在哪裡 這邊起漲點 120 為什麼買 KDD KDD又出現了 KD很低 這邊KD很低 股價有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沒有 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那不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有沒有So簡單的 So簡單 So what So簡單的 為什麼 他的理論基礎就是 底部越電越高 來畫清楚一點 底部 越電越高 這不就是上升趨勢嗎 那不就是很好的進場訊號嗎 進場之後漲停 然後持續向上噴出來震盪 不用怕 因為我們不追高 我們就一路一路的看下去 然後呢 就看他表演 我們一張都不賣 全部不賣 從大漲55%變成69% 到85% 到92% 到最高100% 110% 到100%震盪一下 然後呢 我們說什麼 在100%的時候 我這邊 有出掉一半 坦白說 因為你看我們有進場 我們11月2號進場 進場完之後 進場完這11月2號什麼時候 你看一下 大漲的前一天有夠神的 11月3號漲停嘛 那11月2號不就是這一根嗎 對不對 這一根黑棒我們進場 進場之後隔天 漲停 漲停 漲不停 漲停之後呢 我們說什麼 一張不賣 請大家一張都不要賣 一張都不要賣 然後獲利 118% 到11月23號 11月23號上個星期 我說什麼 獲利了結一半 獲利了結一半 因為賺太多了 獲利了結一半 但獲利了結一半 今天 我可以看到 今天是不是又大漲了 5.6% 那今天啊 你會想說 老師 你一定要講說 啊我就是剛好他 所以留了一半 我留了一半 你看今天去漲了吧 我告訴大家 我不只留了一半 我還在加碼 買回來了 因為我們這邊先出場的 先出場的 原因是什麼 我擔心他要修正 我擔心他要修正 但是我持續看好 所以我留了一半 那如果說他修正 瞬間結束 我當然是要趕快給他再買回來 賺更多啊 所以我今天到底有沒有買 應該不是今天 我到底有沒有在高檔再買回來 你要再驗證 我們的 奇蹟了 你看一下口訊 大家看一下口訊 昨天 昨天 金利可3228 限價單251塊 全數買回來啦 買回來 有沒有昨天買回來 昨天買回來 今天漲幾% 5.6% 恭喜 昨天買回來 今天又賺了半根啊 昨天買回來 今天有沒有賺半根 昨天在哪裡 昨天買回來 今天賺半根 有沒有夠強大 就是夠強大 所以 我會認為啊 你會覺得 我們講的話好像 有點唬爛 但是呢 是真的做得到的 我就是有辦法 我就是有辦法幫我們的會員朋友 賺百萬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一個做驗證 有沒有 這個百萬贏家 最新的百萬贏家 141萬有沒有 百萬贏家 再來這個準百萬 夠準了吧 就是下一位了 那之前沒有嗎 之前沒有嗎 一個一個都是 百萬贏家 所以百萬贏家 真的不是那種 把握最後一個24小時的時間 明天中午準時結束 如果你錯過了我們的經濟科 錯過了四星 又錯過最新的安泰克 想要在 大盤 準備要從第二波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進場 逢低布局 我相信 下一個百萬贏家 就是你 想要跟我們一起布局的朋友 可以透過 下面電話 或透過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無論是 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買點 是歐式標股 我是何姬鼎 超過二十名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擦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 分享